謝謝七十交點邀請 然後是往下 對 那我今天主要會講一些關於怎麼樣找到自己的熱情 然後怎麼樣從這個熱情裡面真的去走出一條熟悉的道路 因為相信大家會身上都已經貼滿很多標籤了 念什麼大法 是怎麼樣的人家境怎麼樣 非常境 台灣這個環境是怎麼樣 像剛剛袁晨分享的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感覺 因為台灣人好像比較會把自己受限在自己所謂的舒適圈 那個舒適圈其實就是學校 就是家人給的期待 其實我們可以給自己更多期待 所以也許出國是一個方式 對 那台大唱片是一個全新的社團 是我上學期待台大創意的 那在台大創意的社團其實不容易 那晚點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介紹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Easy 那因為我的中文名字是容易 所以我的 英文名字叫他名字 是我媽取的 對 還是我媽取得非常新潮 因為很多人想說我自己怎麼取一個這樣的冠年級 對 那我是台大工商管理學系 就是企業管理系的四年級的學生 那剛剛詠晴 蔣澤詠晴也是公管系的同學 然後根府也是 那其實他們大三以後都沒有再看到我 他們也很好奇我到底在做什麼事 等一下再跟你們分享 對 然後我自己是唱歌寫歌的音樂唱作人 我從高中開始寫歌 然後我大一大二都玩樂團 然後後來在音樂產業實習以後稍微中段 那我接下來會有一些個人作品 會在今年跟明年發表 那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在台大創立了台大音樂產業與唱片製作實務社 簡稱台大唱片 那很多人覺得這個社名很嚴肅 其實我們就是在研究音樂產業跟唱片製作 因為像是Desail就是有在玩音樂的 那其實應該會對於音樂產業在怎麼運作會有興趣 我們之後可以再來分享 那我是第三屆台大音樂節的總招 台大音樂節過去是台大學生會來主辦 那就是學生會的同學 然後有點像例行公司去辦一個活動 那今年這一次的活動比較不一樣 是學生會想要找一個別的單位來承辦 那剛好就是台大唱片社就承辦了這件事情 然後讓他變成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音樂節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現在會在好多音樂做一些音樂製作 還有好多音樂就是陳建琦老師的音樂公司 那比較有名的就是魏如萱、柯志堂 那我們陸續會有一些作品 那我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那一開始我會先介紹我是怎麼樣去認識音樂、理解音樂 然後在我認識跟理解的過程 我每樣去找到自己的角度 那這是我高中的照片 我在這個地方 那我那個時候是有點像熱音社的同學 甘福也是 所以我們有很多共同話題 那我自己是彈吉他跟唱歌的 當時就是對音樂創作很有興趣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興趣 對不對 像攝影、旅行其實也有興趣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因為外在的環境 或者是大家對你的期待而 不敢把這個興趣大聲的講出來 我想要做這件事 對不對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種同感 那其實我在這個時期也是有一樣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嘗試去創作 然後也是跟大家一樣 到了高三收起吉他開始念書 所以後來我才念到了我想要的科系 那那個科系算是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不能說他沒有用 但是他對我來說是一個 比較沒有跟音樂直接相關 但是我後來還是找到一個平衡點 我之後會在台大音樂節一次的 成功的行銷的經驗來分享 我怎麼樣把它跟科系結合 那我考完高中以後 考完大學以後就到了台大 那到了台大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繼續玩樂團 所以後來我去參加了精選獎 這個時候我對音樂的認知還是就是 我會唱歌、會彈吉他、會創作 那我何不試試看 但是我沒有想到把它當一個職業 就跟大家喜歡攝影、旅行 很多人都有 像典雅他喜歡攝影 你有考慮當攝影師嗎 沒有耶 還沒有想過 但是我們有很多要把它當成一個選項 對啊 然後我們主觀人當例子 對 我很建議大家趁這個年紀的時候 把它當成一個選項去努力 那這條路可能前面真的去開出一條路的人比較少 但是我們就願意當第一個 我們應該要這樣去想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轉捩點 我大一大二玩樂團 然後其實我有曾經嘗試過念書 像詠勤跟詹根福也沒有 應該不太清楚 所以當我大二的時候想說 我是不是玩樂團沒有出席 我媽媽都是金融業的 我是不是應該要念念看 所以我有一個學期是拿很多A 你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有出現 然後後來想說 我到底拿這些東西要幹嘛 然後我玩樂團 其實有一點回響 有一些老師覺得不錯 有一些粉絲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好像 也不能當成一個職業 也不能當成一個 我一輩子要追尋的東西 大三那一年我遇到的轉捩點 就是這位老師 就是金曲獎的製作人 陳建錡老師 他在台大開了一個課 畢竟我不是念音樂系的 然後那個課名叫音樂設計、音樂製作 而且我從來都沒有找吉他老師、鋼琴老師 我全部都是自學 那老師那個時候看到我自學用Logic Guarante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玩音樂 就是一個有點像用Mac自己做音樂的 自己嘗試那些東西 他覺得滿有意思的 所以就收我當學生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開始了半年 關於產業、關於音樂製作 關於為什麼要做音樂這件事情都更有認識 所以大三那一年就是20歲那一年 我突然意識到 不能說我之前都在浪費時間 不過我從現在才開始真正的活著 我有活著的感覺 因為過去我們都依據標籤來說是 依據道路、別人給我們的道路 譬如說念書、成長 因為畢竟在念書的路上 我相信大家都很優秀 那有很多台大的同學 你們念書都非常的棒 但是念書永遠都只是一個別人給你的道路 而且別人給你的道路永遠是看起來最容易的 但是往往真正好的東西 或者是你追求的成功 其實都在困難的道路 在你看不見的小境 那我接下來會跟大家分享 去年因緣季會 我因為上了劍喜老師的課 然後後來也陸續參加一些學成 認識的老師 因緣季會 我就去參加去年的金曲獎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 當然美貌還沒成真 還早 但是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快可以看到說 這個產業的樣貌 然後它的風光的地方 或者是它最盛大的一面 那也激起了我更多關於產業的思考 接下來到暑假我就是 因為我在金曲獎的時候 就是遇到了我那個時候實習的老師 叫王熙文老師 那他也是非常優秀的配樂家 像是John Paul篩 然後很多國片都是他配的 但我給他信 然後後來我就有信到台灣最大的錄音室 白金錄音室去做一些實習 然後看他們怎麼樣去做事 所以我真正去了解說音樂家他是怎麼樣做音樂的 跳脫了我原本從電腦去看到這些編曲的樣貌 實際上去參與錄音 然後實際上去走出來 看到他們真正音樂家的風範 從音樂裡面走出來 對 那對於一個念商館的同學 或者是一個從小沒有學音樂的人 這其實是很遙不可及的 所以不知不覺之中 我已經在朝一個所謂遙不可及的路已經在走 這可能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大家聽到我說我想要做音樂 都覺得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音樂基礎 然後也沒有念相關的科技 然後這就是白金錄音室最有名的console 全台灣最大的一個console 我就是坐在 因為我們的老師很奇怪 他很喜歡坐在裡面的錄音室 跟樂團一起錄音 所以我就坐在製作人的位置 所以就還滿怪的 就是我變成製作人了 坐在這邊 然後錄音室在這邊 我就在後面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講到 我實習完以後 也就是去年的夏天實習完以後 我想到或許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他們對自己未來未知 然後尤其是對音樂 因為我自己擅長的音樂 我覺得對音樂有興趣的同學 好像沒有一個管道可以去認識 音樂產業的這種可能性 然後加上我在業界已經開始累積一些人脈 然後我自己開始有一些經驗可以傳承 所以我在台大創立一個全新的社團 有別於像磁創 數位音樂創作 這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我想要讓大家了解音樂製作到底是什麼事情 唱片產業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要怎麼樣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 然後發揮自己所唱 成為一個自己理想的工作 所以成立了台大唱片社是 其實就是上個學期成立的 快要滿一年 然後全名是音樂產業與唱片製作食物社 那也很榮幸 在第二個學期就主辦了台大有史以來 接下來會講說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音樂解剖動 然後我們指導老師是陳建琦老師 那接下來就是我在上社課 然後我會請到一些我的朋友 然後他們都是歌手會來我們社團去講課 那其實那個學期其實是失敗 相信根府跟根府應該都有聽說 就是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人要對外宣傳 但是後來我們來人這麼多 對 我們現在已經有40個社員 已經超越很多台大社團 那為什麼我們才成立一個學期 可見這個需求是存在的 就是大家真的就未來迷惘 或許焦點這個平台也是這樣的存在 也不是迷惘 就是因為大家都還很年輕 還不到迷惘 但是還在想這件事情 那還在想的人其實聚起來就是非常多的人 然後他們在未來都會去找出自己的台語 最後再碰在一起 也許就是焦點這個活動的本意 幫你們宣傳 然後這個社團到了一個差不多穩定了 我們接到一個不是二號 但是是一個很驚人的消息 是台大音樂節缺乏主辦的單位 那那個時候學生會的去年的總召就來找我們社團 因為我們台大唱片社是唯一可以承辦這件事的人 然後他也覺得我是在音樂方面可以信賴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硬著頭皮承辦了這件事情 叫台大音樂節 有人去參加台大音樂節嗎? 有些人參加 對啊 這些舉手我們回去給你一份紀念品 那個市值一兩千 等等他因為做很多毛巾啊T恤 對啊 只是現在賣不完 對啊 送你們之後回去 好 那我們主視覺也是有請設計去設計 對 那台大音樂節比較不一樣就是我們 我不把它當學生活動 正如我 我自己事為我大三就畢業了 所以你們才不會在系上看到我 因為我不是說我在系上已經學到夠了 只是我發現我自己要做什麼事 然後我在這個領域裡面正高速的在成長中 所以我把這些業界的經驗直接導入這個學生活動 或許是能夠跳脫學生的思維 然後做出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音樂節 不知道參加的同學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 感謝 沒有 第三屆台大音樂節稍微簡介一下 我們是只有21個人的團隊 那我們第一次有無所大學的團隊 所以我們或許我們的人力資源的管理 其實做得還不錯 能夠集合無所學校的專場 然後我們是維持一個月的活動 那台大音樂節之前有參加過就是兩天的活動 還有一天的野台活動 過去啦 那其實每個音樂節就是這樣 學生音樂節 我們是第一個長達一個月的學生系列策展 那我們在行銷方面的成果就滿驚人的 就是我們在三個月內 就累積了一萬次的新的按讚次數 所以後來其實很多參與我們這次表演的樂團 都來想要找我們團隊去挖腳說 是誰做行銷的 什麼誰弄的 其實都是我隨便就是用粉專 就是或者是跟業界做一些小小的操作去得來的處理 但是大家會很感興趣到底怎麼做出來的 所以對於行銷有興趣的同學我們可以再分享 然後他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樂節之一 對 這我也是辦完以後才意識到這件事 因為那個時候來的人大概5000人次以上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秀出照片 他是醉越湖史上最多人的一次 有去參加 有參加的人也要看到 還滿意外的 那我還是把那個人氣或者是這個活動多盛大擺在第二 因為我永遠 因為我自己是音樂產業的人 我也是創作音樂的人 我不是一個做行銷或者是專門做行銷 或者是一個企業管理者 我想要去牟利 我最主要還是在其中找到創新的東西 那我簡單跟大家講 就像好像Face Party 有人參加嗎? 他也是一個soul out的活動 我們有賣出賣完所有的票 他在參加之前大家不知道那些演出者是誰 然後我們製造一個很神秘的氛圍 然後讓大家戴面具做什麼事 我們其實只是想要嘗試一個新的聆聽方式 大家完全沒有想到現場會有什麼樂團的情況下 你們願不願意去買單 對 然後台大申請計畫我們去錄了整個台大的聲音 哇 時間不太夠 對 好 那反正我們有做很多創新的東西 那這是我們的照片 這就是醉越湖史上人最多一次 對 如果有去過醉越湖的話 那是完全是滿的 對 這是蘇映寧 我在左邊 真的齁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要這樣很快 那我的主席叫青春與夢想交會 那青春其實就是青春 我這是我大一的時候 我還在想工商管理區跟我的人生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爸爸都是金融業 他們很希望我做管理 然後我自己其實 因為我其實大一就在做實習了 然後我也覺得好像做管理這件事 是我擅長的事情 但是我其實常在問自己說 這件事到底對我的人生 對我的熱情有什麼關聯 我能夠持續的去做這件事嗎 其實我們終極一生 不是終極一生 那我們大學四年都在找這個青春跟夢想的焦點 那我覺得這就是我的青春 我再花四年的時間去找這個焦點 那我可能在大三 或者在台大音樂界這件事情裡面找到一個焦點 這個是劍齊老師家 我去他家學音樂 那這是他在一個 擺在廁所外面的一個小玄關 就是金曲的講座跟金鐘的講座 那劍齊老師是拿了金曲金鐘跟金馬 那這其實就是我的夢想 那我看到那個東西的時候 也是20歲那一年我想到了我過去的累積 其實就終極一生或者是大學這幾年來 我都在找這個焦點 那這個焦點其實不是在幫你們搭觀眾 這個焦點其實沒有人會把這條道路 就是那條線是你要自己去畫出來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所有在迷惘的狀況的人 你們都要醒過來 去除所有外界對你的標籤 像是學校 我從來不會去跟人家介紹說我是台大型的 其實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覺得這件事對我人生有什麼最重要 他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成績 我從小成績可能維持的不錯 當然我平時成績很爛 因為我都雷組員 對 不好意思 現在跟你們道歉 對 這個標籤也代表就是同儕的壓力 同儕可能會覺得我很廢 對啊 我很愧疚 對不起 那台灣的音樂環境不好 經濟條件 我爸媽一開始還支持我玩音樂 所以我都是自己去家教過來欠買器材 那當你發現跟別人做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停止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這個產業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你一波縫去做 這大家應該都有這個認知 所以當你發現你只是在念書 或者你只是在譬如說人家出國你就出國 人家去實習你就去實習的話 那你就要停止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定要去找一件事情 是不一樣的事情去做 然後這件事情是不需要證明給任何人看 是你自己心裡要覺得很有感覺的事情 你才要去做 那所以你才會找到你的熱情所在 然後嘗試只屬於自己的路 那成功就是自己來找你 我其實還沒有DSO就已經拿到兩個offer 然後都是很大的公司 有一個是 我們不能講公司的名字 或者是很大的公司 然後他是音樂產業 音樂產業看起來很蕭條 但其實他有開出好的待遇 所以其實這是你要自己去爭取 因為大部分人在大一大跟我一起玩樂團的朋友 他們看到音樂產業的蕭條 或者自己不確定要自己做 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就放棄去走這條路 想要去走一個安逸的路 想要做譬如說訓練會計 訓練財經 那些比較安逸的道路 那實際上第一 他跟你的理想背棄 第二 他其實也反而不是那麼安逸 對 那成功會自己來找你 我現在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無論是音樂製作商 或者是我能夠商量結合的 我在老師那邊都可以做到 那我接下來有一些話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最後了 這個是你們有看到黑暗騎士嗎 你們第二集嗎 I'm a dog chasing car I don't have a plan I just do things I'm not a skin 這是小丑講的話 他其實 他做什麼 他是最有魅力的反派 這大家都覺得是這樣子 那他為什麼這麼有魅力 是因為他做什麼事情他其實沒有計畫 但他最後都達成了超乎想像的效果 那我想要分享給大家就是 其實很多事情是沒有前面沒有鋪好的道路 不會有學長姐真的跟你分享說 他真的去幹嘛幹嘛 那真的有用 其實不是這樣 如果真的聽這樣的話 成功的人會滿坑滿谷 然後就不會有成功的人 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以一定要找一條不一樣的路 一定要把自己設在一個 有點像瘋子 有點像怪人 我其實很喜歡人家去形容我們的團隊 是一群瘋子 很多音樂老師會覺得我們是瘋子 因為我們是學生 為什麼要做這個沒有報仇的事情做那麼大 其實就是因為做瘋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能做到超乎想像的效果 然後才能得到社會的認識 那最後分享給大家一個 我之前 因為我們跟很多網媒合作 所以很多人會來訪問我說 關於大學生涯什麼經歷 那我其實有留一個注腳 就是我覺得大學生涯像是一個大馬路 最重要的不是在這個馬路上面 亦步亦去的向前走 像大家念的科系 或者是社會對你的期待 家長對你的期待 而是在路邊裡面 你找到一個縫 一個空隙 是你真的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攝影、旅行、繪畫、設計、音樂 披荊待機 他一定是很辛苦的 我花了三年 如果加上高中六年的時間 去做音樂這件事情 我才找出這件事 然後花了七年的時間 我現在在做我喜歡的工作 穩定的工作 接近金曲獎的工作 那勇敢 不要講一下 下個月又要去 大家應該很期待 那勇敢的開出一條 屬於自己的道路 這是我分享給大家的話 謝謝大家